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0年6月21日深夜 在位于鸭绿江边的辽宁省东港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这个事故当中三个人被撞伤 其中两个人是民警 另外一个被撞伤的人身份非常特别 正是这样一个身份特别的被撞伤的人 牵出了一起非常特别的案件 李所长就是当时受伤的民警之一 他说当天夜里一点多钟 他和一名同事正在辖区内巡查 忽然发现路边停着一辆没有牌照的摩托车 和一个神秘的人物 在帕奔的过程当中 这个人说话知之无误 说不清是哪里人 同时跟他要测量手续的时候 这个人也拿不出什么手续 这个情况已经是非常可疑了 而此时民警又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情况 一个说不清自己身份的人 骑着一辆没有牌照的摩托车 三更半夜时分拿着个对讲机 他想要干什么呢 又在和谁对讲呢 民警觉得这个人疑点重重 要求他到派出所做进一步的调查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人突然转身要跑 一个肩膀上去 一个人呢 拽着他一只胳膊 与他在一起呢 四了 几乎在这个人和民警进行抵抗 拼命要逃跑的时候 突然一辆摩托车从夜幕中直冲了过来 将他们三个人一下子撞飞了 过了一阵子 李所长清醒了过来 他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受伤的几个人被送进了医院 这个地方还有口唇 全是血 这个胸腔里有个小口 明显的有个呼吸困难的一个争托 在事故中 两位民警经过抢救都脱离了危险 而那个一直要逃跑的可疑人物 伤势比较严重 一直昏迷不醒 你想想 就在警方盘问一个可疑人物的时候 突然黑暗当中冲出来一辆摩托车 把这个人连同警察一起撞昏了 这会不会是杀人灭口呢 所以东港市一方面 对于被撞伤的人员进行全力抢救 另外一方面开始调查这个撞人的摩托车司机 结果调查完发现这个司机就住在附近 当天晚上是碰巧路过这 是因为骑摩托车的被撞伤的这个人 挣脱民警的制服 想要逃跑才被撞伤 那么回过头再来看被撞的摩托车司机 从警方当时盘问他的时候 种种可疑的表现 让警方非常的怀疑 这个人身上是不是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警方一询问就想逃跑 骑摩托车的人反常的反应 让警方觉得这个人绝不简单 东港隶属辽宁省丹东市管辖 这里地处辽东半岛东端 南临黄海 东一鸭绿江 隔江隔海都与朝鲜半岛相望 以前警方也曾破获过偷渡的案子 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警方平时有着较高的警惕性 那么眼前的这个人会不会也是准备偷渡的人呢 这个人身上肯定有什么知道怀疑的地方 肯定是背后有什么按键 可是因为这个人伤势较重 一直处在昏迷状态 无法对他进行询问 而且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 甚至连一张有字的纸片都没有 他的身份根本无从查起 在他身上发现的对讲机开机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看来现在最现实的办法 就是先从那辆没有牌照的摩托车开始查起 经过连续两天的工作 警方终于从当地一位摩托车爱好者那里 得到了一条线索 这摩托车那个偷一个月以前又迈回东岗 摩托车爱好者说 这辆摩托车是一个叫赵志平的人的 那么赵志平会不会就是如今 躺在病床上的那个昏迷的人呢 我们随着这条西安 由自己呢找到了赵志平所在烫吃的居住的家 去了以后发现了他家的大门急所 家里根本没有人 赵志平不在家 据说今年五月中旬以后就再也没露过面 而他的家人和邻居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据了解赵志平在当地有一个摩托车修理店 平时的生意还不错 警方经过对赵志平照片的比对 发现那个昏迷的人并不是赵志平 那他到底是谁呢 赵志平失踪了 而这个昏迷的人当时却骑着赵志平的摩托车 难道这个人会为了抢摩托车而杀害了赵志平吗 警方经过多方打听得知 有一个叫赵大伟的人平时和赵志平来往密切 警方立即找到了赵大伟的家里 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有关赵志平的下落 可是让人奇怪的是赵大伟也失踪了 在五月之前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 妈我要到那个大连去打工 没说跟谁去走 没说就说他要去打工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要去打工 他说他有个朋友在呢 警方了解到赵大伟失踪的时间是五月中旬 他走之后再也没有和家人联系过 手机也一直处在关机状态 这个情况让警方更觉得奇怪 赵志平和赵大伟怎么会在同一时间都失踪了呢 难道躺在病床上的那个昏迷着的人会同时杀了两个人吗 这个看似意外的案件 似乎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绪了 就在这时 对那个一直处在昏迷状态的人的身份的调查 他有了进展 经过辨认 他对父母确认 被派问人 就是他的儿子放了 可是房明的父母却感到奇怪 因为儿子本来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我们在新闻的工作中 他母亲跟我们讲 说是这个人在五一以前回了一趟假 再也没有回家 那么他怎么会突然是半夜十二点左右 跑到我们家区 在路边站着呢 他哪来的摩托车呢 这些疑虑呢 在我们头脑里 就百事不得其解 到此 这个驾驶摩托车的神秘人物 终于身份确定 他的名字叫房明 那天晚上 他是驾驶着赵志平的摩托车 出现在了他不该出现的地方 而且身上还神神秘秘的背着对讲机 当他被撞昏之后 赵志平等几个人一起消失了 这几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在他们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事 面对这一堆的线索 警方应该如何继续追查呢 这时呢 咱们摩托车身边了 解除比较紧密的几个人 在进行筛选 警方决定继续扩大调查的范围 他们了解到了几个平时和赵志平等人 经常接触的人 希望从他们那里能够找到这几个人的线索 可是警方对这些人进行走访之后 结果却再次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分别呢 都打电话跟他们联系 但是这些人七八个人全部关系 他的父母妻子 都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外面 到底是干什么事 很长点时间跟家族都没有联系 这个情况让警方感到迷惑 赵志平失踪了 和赵志平来往密切的赵大伟也失踪了 如今和他们经常接触的另外几个人 也在同一时间神秘的失踪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居然有七八个人失踪 这一反常的情况 立即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可怎么才能让真相浮出水面呢 房明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那七八个失踪的人消息全无 接下来警方又应该如何寻求突破呢 结果在这时 东港市公安局来了五个人 这五个人正是警方苦苦寻找的失踪者 不过这几个人都说自己是来自首的 这五个人供诉了 他们八个人解成了一个团伙 失踪你 要迂目失踪你绑架 所以案子奇怪就奇怪在这 几个人突然失踪 又突然出现 而且出现以后找到警方说要自首 这几天他们躲到哪去了 在他们身上是不是真像他们所说的 背负着一个秘密策划的绑架案 如果他们真要实施绑架的话 他们又打算绑架谁呢 原来这伙人都是在赵志平那里修摩托车的时候认识 并被赵志平笼络在一起的 这几个人虽然也有工作 但总觉得来钱太慢 于是赵志平就提出实施绑架勒索 其他的人也一拍即合 为了实施绑架 这些人还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那个一直昏迷着的房名 也是他们一伙的 随后警方找到了他们准备实施绑架 而特别建立的基地 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村院落 为了实施绑架 他们八个人从五月中旬开始 就找了借口离开了家 与家人全面断绝了联系 一直生活在这里 策划和准备实施绑架 在这里警方搜出了大量 他们准备实施绑架的工具 这些呢 是他们犯罪堂户人的 大伙儿呢 每年以后所共有 军用的皮靴 这是缴获的呢 照相机 这是电讲机 前期先期购买的三部手机 一共买了15个电话卡 这些电话和电话卡 只是在作案的时候使用 这是为犯罪所准备的电警棍 砍刀 在这些被查获的物品里 警方还发现 被撞成重伤的房名 事前与同伙拍摄的几段录像资料 这个就是他们实现的 踩的点 让这个人质加出去较钱的地方 这个就是咱们成功破坏案件以后啊 在他这个四香机里面提取 这个影像资料 这也成为了他们犯罪的一个证据 更让人恐怖的是 他们还挖了一个准备关押人质的地牢 这就是双战区这些袜里 准备就是放印制中的 你们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没有灯 非常黑 而且还阴暗 潮湿 然后 谁 不管被挂在里面 都不可能逃出来 因为这门口啊 还有大门 这大铁门呢 都容易给锁上 为了绑架的实施 他们居然还进行了分工演习 在6月21日晚演习的时候 负责骑摩托车的房民 被民警们发现 并且进行了询问 坐贼心虚的他 根本无法解释清楚 后来 只是拼命的想逃跑 结果造成了那场事故 而其他人 发现同伙出现了意外 事情有可能败露 便仓皇而去 然后 想跑来 逃跑 可是 其中的五个人 只跑了几天 就觉得无处可逃 商量之后 他们决定 到公安机关自首 感觉 感觉跑来没有什么用 那个 跑到哪射手 就是 然后就是 决定 我们决定 无许决定 回来 公安自首 主要的嫌疑人赵志平 和另外一个人 逃到了外省 但是 他们很快 也被东方警方 抓捕回案 经过审讯 赵志平承认 他是这起 预谋绑架案的策划者 就是说 我要求的是 百分之百的命中率 首先 得把自己 资深的条件 强化好 其他人 至于说 其他事都准备 是6月26号以后 再出去 默开 拆点 什么样 四季儿童 如果他们 一旦 实施绑架 从我 肯定 与人生的生命安全 造成最大的 因为 自己工作人 和留国国的 同性 相当相效 如今 在看守所里 因为预谋 绑架 被抓的几个人 都后悔不已 唯一 让他们感到 庆幸的是 自己 还没有来得及 实施绑架 就落入了 法网 至此 这个团伙 预谋绑架的案件 终于告过了 但是从法律上来讲 有一个难点 就是他们 只是在预谋 并没有实施 这个在法律上 怎么认定 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 中国政法大学 屈心九教授 屈教授您好 你好 对于这伙人的行为 您怎么看 这种行为 因为绑架是一种重罪 那么为了实施绑架 做演习 组织 还有彩点 以及做一些准备工作 这应该叫做犯罪预备 对于重罪的犯罪预备 法律和实践当中 是要予处罚的 因为绑架 这样的法律规定 现在修改为可以五年到十年 原来最轻也要十年 所以现在一般像这种情况 他可以考虑在法定型的情节当中来处罚 比如说其中的主犯可以重庆处罚 那么首要分子也就稍微重一些 如果是重犯 那么可以减轻处罚 感谢曲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 我们常说犯罪预防 这个预防就体现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正是因为东党警方在这个案件当中 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微小的细节 一路追查下来 才打掉了这样一个团伙 所以在这里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 公众和警方能够携手预防患罪 保障十难 感谢您关注本期今日说法 明天同一时间 今日说法